接著我們要進入反射的重點 叫做平面鏡面鏡成像 鏡子就是能夠靠光的反射 產生影像的裝置就叫做鏡子 如果這個鏡子的面是平的就叫做平面鏡 如果是彎的就是曲面鏡 然後有凹面鏡跟凸面鏡 我們後面會簡單帶一下 重點是在這個平面鏡面是平的 平面鏡的成像原理就是光的反射 有光射出去 打到鏡子就反射 反射光如果進到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會知道光走直線 就會它延長在後面就會成為一個像 這個像叫做虛像 它是光延長過去所成的像 不是光線實際匯聚所成的像 所以你在鏡子的後面放一張紙 那你不會呈現影像 放個底片不會感光 那你其實沒有東西是眼睛看到光之後 延伸過去的這個叫做虛像 那麼考試的重點就是 成像性質 有人如果問你成像性質要回答三件事情 正力還是倒立 放大還是縮小 實像還是虛像 平面鏡的成像性質是 正力相等虛像 它為什麼會相等 在這個圖裡面你可以用數學的 全等三角形 全等三角形來判斷 但是我們暫時不理它 你就記結果就好了 你就記結果就可以了 它是一個正力相等虛像 我們還要考兩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物距等於像距 第二件事叫做左右相反 物距就是物體跟鏡子的距離 像距就是像跟鏡子的距離 物距會等於像距 而且左右相反 它的左右相反的意思 跟你們在顯微鏡裡面 所講的左右相反的例子 不太一樣 你是禁題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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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右手 我禁題的我 對 這是你的什麼手 左手 請坐 叫左手 叫左右相反 你們在顯微鏡裡面的 我的意思是 原來在左邊的 在右邊的跑道 左邊 原來在右邊的跑道 左邊 那是顯微鏡的左右相反 跟這個不太一樣 OK 好左右相反 所以 記得 這是考試會考的內容 考成像性質 正力相等虛像 考物距等於像距 考左右相反 考左右相反 這叫做 光的反射 平面鏡反射成像 所以問了一個問題 鏡子裡會有像 那為什麼面對水泥牆沒有 為什麼面對水泥牆 剛才講過 他是要靠反射成像的 他要靠反射成像的 所以為什麼會沒有 No.1 1號 1號 起立 你覺得為什麼沒有 想不起來 老師沒教 很困難 你坐下 他會到處亂射 這其他別的問題啦 因為 因為 所有的東西 不會完全的反射 也不會完全的 吸收 那 反射多少 叫做反射率 反射率不同 反射光的強度不同 OK 然後還有到處亂射 所以基本上 不會成像 這是動腦零四 這邊的重點就是 平面鏡的成像 剛才講了 記住 一 乘像性質 正立 相等 虛像 什麼是虛像 不是光線實際匯聚所成的像 二 左右會 相反 還有 誤聚會等於 像聚 把這些事情記住 我們考試就是問這些事情 OK